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新游日报 今日有国外网友发现PS4大作《最后生还者2》已经上架亚马逊意大利战 商店页面显示发售日期为2019年3月29日,售价626元人民币 作为持续两年斩获最受期待游戏的《最后生还者2》 最早于PSX2016上公布 迄今为止共发布过两个预告片和一个游戏演示 近年13上,玩蜜狗发布了游戏实际演示后就再也没有公布更多的消息 《最后生还者2》是发生在前作的几年后 前去寻找并且剿灭前作中的武装反抗组织《萤火虫》的故事 全斗公司和漫威合作推出《英雄联盟》全新系列漫画《爱希·战姆》 今日第一话已经正式公布 在北方荒门之地长大的爱希是一位寒冰雪脉的战士 她天生就被赋予了这片冻土家园的魔法 在第一话中,爱希的母亲执意要带领族人踏上旅程 寻找神话中的阿瓦罗萨王座 但即便族人们拥有寒冰雪脉 在寒冷天气中行走六天后 台火和食物几乎涌光 在这淡尽粮绝之际,爱希的部落还遭遇了埋伏 喜欢洛鲁故事的朋友可以持续关注此消息 由GSQ工作室开发 GameWorld Game代理发行的修仙门派模拟精英游戏 《了不起的修仙模拟器》将于2019年1月11日 在Steam以及VGame两大平台同步发售 《了不起的修仙模拟器》融合生存、角色扮演、策略、模拟精英等元素于一体 玩家在游戏中不仅要体验完整的修仙过程 还要建立专属于自己的修仙门派 门派地责之间会进行各种交流 甚至谈一场恋爱 敌对门派会因为你的行径前来复仇 喜欢修仙类小说的 不妨试试自己亲自参与一下 EA今天宣布暗黑血统3、旁观者2、吃吃警察2 加入Orange Access Primer游戏阵容 订阅了Orange高级会员的PC玩家 现在可以免费并无限制的游玩这三款游戏 高级会员现在可以免费玩战地5、非法十九等EA热门作品 甚至还能在19年2月15日体现一周 在PC平台玩到完整版的圣哥 另外星球大战前线2 星球大战旧共和国52 逃出成天 已经加入Orange游戏阵容 目前已经能够免费游玩 绝地求生火爆全球之后 无数游戏制作商纷纷效仿 就连街机也要开始大逃杀了 万代南魔宫近日公布了新作 旧旧的奇幻冒险 最后的幸存者 根据介绍 本作支持最多20位玩家同场经济 最后的幸存者使用虚幻影星开发 将收录《星辰斗士》《不灭钻石》《黄金之锋》这三部作品中的角色 从官网公布的视频来看 文家可以操纵角色和他们的替身 在杜王丁展开一场混战 本作预计将于2019年夏季正式上线 《不灭钻石》